同学 董邦大哥 你的伤口快好了 马上就可以起来走动了 真的 还好没伤到骨头 算你命大 水灵 真是多亏你了 是多亏我师父 还好他教过我一些医术 我从来都没想过 这些还能派上用场 改日啊 我一定亲自去拜谢 不回事态 也不知道 我师父他们怎么样了 还有玉京他们 真让人担心 别急 冬山好了 我先陪你回武当 去看望你师父 然后我们再去找玉京 好吗 东方大哥 天不早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你也快些休息吧 忙了一天了 辛苦你了 还好吗 你也要 diabos 我这也要在这儿 你也要有点 我已经要了 你也要了 你也要帮我 你不想到 我还要帮你 你并不是你 我还想到 你不想到 你也会有点 可获黄金一定 一定金子 这是大手笔啊 不知这次 又会有多少中原高手来战啊 走 去看看 巧儿 你看这有比武大赛 我看那种地方 我们还是不去为好 我们要是不去的话 万一郭东来也参战 我们岂不是与他擦肩而过了 你是要在比武大赛上逆战身手 我看看是算了吧 比武就要分胜负 这样就会有冲突 这是非之地 我们还是不要去凑热闹了 还是巧儿说得对 我们只是去看一眼 不上台参与 可以吗 好吧 可是只能围观不许动手啊 好 听您的 走 走 走 快走 踢 走 走 走 去 好 好 走 小聪 你看见下面那个 看热闹的小子没有 你去跟他会一会 记住 不要伤他性命 是 你 你不找规矩 滚 喂 上来 前辈 你叫我 上来跟我比试比试 巧儿 苏老伯呢 我刚才只顾着留意七星剑客 还真没看见苏老伯去哪儿了 你小子怎么跟个娘们似的 上来跟我比试比试 不了 勇士 我们只是随便看看 不敢参战 前辈 我们没有报名啊 再不上来 老子一刀劈了你 前辈 为什么 偏要和我比试呢 是吗 又砍不上去 你 不上去 干什么啊 你早起行事 不好 太厉害了 你快教我 被少了 还没想到 他 来 好 好 好 差那么高 好 好 快点 好 别躲啊 妞虫给我下来 好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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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拿得好 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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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好 这人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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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剑法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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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在 把那一男一女给我请过来 就说是苏勒请他们来的 是 前辈 承让了 老夫姓金 是这次比武大赛的操办者 敢问少侠怎么称呼 前辈有礼了 在下耿玉京 下面还有没有朋友 想给这位少侠切磋一下的 有的你赶快上来 少侠 看来今天少侠摘取桂冠 是当之无愧的 真有一定金子 是 这不是 这不是 辽东汉子 一言九鼎 再说少侠 让老夫见识到 精妙绝伦的武当剑法 奉上谢礼也是应当的 前辈真是火眼金睛 我原本以为远离了中原 很难有人识得这武当剑法 没想到今天遇到了前辈 实属之音 我曾经有幸见过不少武当高手 那个时候我就对武当剑法惊叹不已 今日一战 少侠年纪轻轻 却毫发无损地摘取桂冠 真是少年英才啊 前辈若是再无他事 我就先告辞了 好 此地不宜久良 大人 来者不善呢 来人给我盯着他 是 不要着急 慢点儿 水灵 你虽然什么也不肯说 但是我心里清楚 为了我 你一定吃了不少苦 都过去了 我们不提了 水灵 我的命是你救他 今后你若有事 我东方良 必定生命相报 别再说什么有事的话了 咱们既然死里逃生了 以后就要平平安安活下去 你说得对 我还要等玉京回来 与他切磋剑术呢 你呀 剑痴 好 来来来 请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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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烤蚊牙 那是松茸 这个是婆婆丁 这是猴头菇 那个是野猪肉 这个是烤黄羊 这个可是飞龙汤啊 飞龙 飞龙是什么 这飞龙啊 就是长着花尾巴的真鸡 是大兴安岭独有的一种飞气 此等上等的佳肴 这一桌可真是山珍美味 在下真是受宠若惊 你们一路辛苦 刚才玉京比武 又耗费了些元气 云该补补 多谢老伯 老伯不瞒你说啊 玉京这一路啊 还真是没吃过几顿饱饭呢 每天连做梦都在喊什么 鸡肉 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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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今天可以好好地饱餐一顿 来 到了这儿啊 我们就大口地吃肉 大口地喝酒 老婆 您费心了 敬你一个 好 敬你 来来来 耿英雄 外面有位客官慕名前来 非要见你一面 见我 是 见你 玉京这一出手 在辽东可就出了大名了 见我干什么呀 你跟他撞上他走吧 这怎么好 这都是武林中人 他们是仰慕你的大名 所以还是见见为好 速去速回啊 好的 来 请 阁主 耿英雄该到 金前辈 怎么会是你啊 可怕太过张扬 让他们把你请来 真是不好意思 金前辈 金阁主 您到底是何方高人啊 请坐 高人二字不敢当啊 老夫手下有个灵血阁 不知少侠听说过没有 我是刚刚来到辽东 还不太清楚 这些年我见过不少中原高手 像耿绍杀这样的少年英才 还真是凤毛麟角 我也是个稀才之人 如果你愿意为灵血阁效力 你能得到的远不止一定金子 你能得到的 那这灵血阁 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在江湖内做江湖事 如此而已 只要你愿意为灵血阁尽忠效力 你想要什么 钱财 官位 女人 都不在话下 金阁主如此看重玉京 玉京实在是感激不尽的 只不过 我此行辽东 还有些琐事要处理 什么事 你尽管说 我来替你办 我 其实是来找父亲的一位朋友的 我在辽东几十年 说不定我认识 他不过是一介小民 不可能和金阁主有什么接触的 总而言之 我是为了了先父的一个遗愿 家事未了 术玉京 不敢从命 没想到耿少侠还是个孝子 这样吧 等你料理完家事 如果想做一番大事 凌血阁随时为你敞开 到时候你到举龙斋来 通报一声 我让人去接你 谢金阁主抬爱 庚少侠 不要辜负老夫对你的一片心意呀 告辞 来 水莲 你看 又一个 这么厉害 当然了 我找到绝笑了 你一个人全吃了 这边 这边 有了 有了 今晚有的吃了 再找找 已经不长了 你小心一点 没事 来 过来 慢点啊 来 来 鱼京 刚才是什么人找你啊 他们找你说什么啦 那人姓金 说让我加入什么灵血阁 我跟他说我是来寻亲的 看来他们是想请你做护卫 必然已经异口回绝了 少侠真是性情中人哪 让前辈见笑了 好 月色真好 何处无清月 何处无离人 日灵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的事有好多呢 还在惦记着玉京吗 不光是玉京 还有我师父 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 等我养好了伤 我陪你回去探望不回师太 嗯 你想过没有 我们以后怎么办 我想回家 我想回神农家 住在神农家是挺好的 毕竟那里是你的家 神农家美若仙境 我愿意一生在那里休养 休养 你不打算挑战天下英雄 当天下第一剑了 我觉得 事前还有比炼剑更有趣的事情 什么事能让你觉得比炼剑还有趣啊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 以后你会知道的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就是全天下唯一的剑吃 在你心里 除了练剑 别的什么都可以舍弃 对吗 以前是这样的 以前是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我 变了吧 原家都说好难而治在四方 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 让你觉得连令剑都能舍弃啊 我已经想好了 对了 其实练剑也没什么意思 就算赢得了天下第一 也不过是虚名而已 东方大哥 你真的变了 你看看 看看吧 这个地方民风淳朴 人们哪 从心底里透着快乐 巧儿 你看这个 众人的朋友 看看我们的帽子 我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有意思的东西 这做工很精细的 特别麻烦 这个买给你 买两个 给我看那个 这个可以买给我姐姐 买 买 买 你就知道买 你身上有那么多盘缠吗 你忘了我有那个了 那个是留着我们路上用的 你不想回武当山了 走啦 我们看看就行了 好 带着吧 不要不要 看一看啊 不打劲不打劫 你们尽管选些喜爱的东西 就当是老夫的谢礼了 那怎么可以呢 我做的 别巧儿 你看看这个 拿一个吧 小伙子 你看看我这刀 做的可好呢 你看看 这些 大多数都是蒙古刀 好眼力好眼力 那个是西域刀 西域刀 西域刀 好刀 喜欢吗 喜欢就拿着 我就是看看 拿一把 拿一把吧 我们就是看一看 老伯 就看看 好 这是把沙羊的刀 沙羊不见血 一刀结束动物的生命 所以动物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死去 好锋利啊 把他给我带走 走 爹 走 放开我 爹 走 放开我 爹 走 那边怎么回事啊 看看去 放开我 爹 走 慢点 没事吧 没事 你扎着手了 疼吗 不疼 亮哥 等我们扎好竹筏 就能回家了 好 我们回家 放开我 我要回家 爹 走 走 放开我 爹 我不让你走 带走 带走 快走 我让你去打仗 闺女 我不让你去打仗 爹 走 爹 走 别去打仗 你别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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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带走 走 你去吧 快走 带走 带走 爹 你放开我 别跟着了 我们回去吧 孩子 爹 爹 爹 小姑娘 你爹要是能立下战功回来 少不了你家的好处 爹 这家小孩懂啥呀 他没爹了 爹给他天家的好处有啥用啊 爹 我要找我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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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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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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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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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等好事 大家也该付出些代价 莫说是用兵之事 就是平安之年 年轻力壮的男人 也应该随时待命 可是远征中原 又不是部族之间的战争 更不是打鱼狩猎 若真是战死一消 恐怕连尸骨都难回来 这样的生离死别 对 连小娃娃也是心知肚明 是啊 她小小年纪就要承受 亲人分离之苦 叫人看了 心也揪着疼 苏老伯 难道您看了毫不怜惜吗 怜惜是自然 却也无能为力呀 我拥有的 我拥有的 你怎么会再拥有的 你怎么会败有的 我现在就会拥有的 我拥有的 我拥有的 你不在乎 我拥有的 你不在乎 我拥有的 没事 我不累 等绑好了如法 就带你离开这不毛之地 这方圆百里没有人嫁 等出去 我们就换件新衣服 然后送你回神农嫁 好吗 十凉 刚才你叫什么 东方大哥 亮哥 亮哥 你歇会儿 陪我坐会儿 好不好 好 小心点 来这边 你先坐 快 进去抓人 孩子 爹 你们还我爹 快回来啊 孩子 爹 你们还我爹 孩子 孩子 等等我 快回来啊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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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父母 生离死别 这种苦 不该是一个小孩子应该承受的 那个孩子的父亲 能有兴趣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应该是一种机遇 也是一种荣耀 等那孩子长大了 自然就明白了 人各有志 有的人看中的荣耀 在另外一些人看来 远不及心念之人的一个浅孝 不错 看来老伯 您同意我们的看法了 同意 每个男人 都应该有 试图尽力保护的人和事 心有牵挂 并为之奋斗 这才是大丈夫的要诀 这哪是同意啊 还是跟我们的想法相左啊 苏洛前辈 若是心不定 那么勇士握刀的手 又怎么会稳呢 这个 就要看个人的能耐了 若那个孩子的父亲 有心兑现对女儿许下的诺言 自然握刀把子的手 就会更紧 在战场上也一定会更机敏 放开我 放开我照顾 放开他 走 放开他 走 放开他 放开我 走啊 走 我要回 走 媳妇儿 放假的 走 媳妇儿 我们会回来的 儿子 爹 没有你 我们跟着帮我回来的 不知此番征兵 会令多少人家受难 落得老无所依 少无所养 玉京 那以你之见呢 我觉得 不应该强人所难 对于那些家中没有人生 或者是心中实在有牵挂的人 就应该放他们回家 好 这件事 我倒可以帮你 这件事 我专门 我都要拿着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两哥 等我回了神农家 你 我也不回昆仑山了 你真不回去了 一母早就不问江湖上的事了 况且她现在有了谋一语 想必现在是她最开心的时刻了吧 我那表面西门叶跟我从小一起长大 她虽然刁蛮任性 可是说到底 她还是个善良的姑娘 我从家痴迷练剑 表妹痴情于我 可我这做表哥的 对她从没有暧昧之意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她 那 你的飞银剑法 我昆仑派历代掌门的重任 就是不断完善飞银剑法 使飞银剑法成为天下第一剑 可我经过数十年的修炼 我的武功进展还是不大 可能是我天赋不够 没这个命吧 东方大哥 你别太难过了 你是我见过在剑法方面最努力的人 说不定是这剑法本来就有问题呢 或者是你修炼的方式不对 等我们到了神农架 我陪你一起研究研究 说不定就有办法了 水灵啊 那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 是我一生中最难忘 最开心的时刻 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不想练剑的时候 是你给了我平静和安宁 不是为什么 只要一刻见不到你 我的心里也就发慌 傻瓜 这地方荒芜人烟的 我能跑哪儿去啊 我也不知道 瑞玲 我见不到你 就担心你会被蛇咬 会摔倒 会担心你吃不好 睡不好 我就连做梦我都 你说 我是不是生病了 说什么傻话呢 等我们朱发扎好了 就一起回家 好 等我们扎好了朱发 我们就回神奴家 回家 你们这些新兵 在军队里边 纪律和规矩 都是后话 战力 决定了 你们在军队中的地位 谁 要是能杀进敌人队伍里 挥特个三五十刀的 我都得喊他一声大哥 干什么 垂头丧鸡的干什么 打起精神来 屠夫最先宰的 就是病样子 还想不想活着回来了 我要活 我要活 我不能死 我一定要活着 我女儿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放心 你女儿一定会有个好归宿 好归宿 等她长大了 她一定会 嫁给你旁边的这些个兵友们 到时候 等她们凯旋归来 她们就是我大鸡的勇士 女人心目中的英雄 我要活着 我还要回家找我女儿啊 谁 要是能活着回来 谁 就能娶她闺女 好 娶她闺女 要是我得了便宜的话 老丈人 你觉得 我这个女婿怎么样啊 好了好了 赶紧登记吧 来来来 站队来站队来 走走走 站队 走吧 走吧 快点快点快点 老老哥 没办 怎么到事了 都站好了 走吧 快点快点 叫什么呀 跑步 好 来下一个往前一步 叫什么 还有鼓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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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 老伯 那些兵怎么都走了 看来最近打仗比较频繁哪 这里就是收管新兵的营帐 老伯 咱们要怎么做 看来这里没有几个士兵了 既然没几个士兵 我们救人 岂不是很轻易就拿下 这些壮丁 进了兵营不就都是兵了吗 此地守卫松散 要抢个人 应该并不难 没错 就那几个喽喽兵啊 我们一一击破就是 不可大意 咱们行动要快 现在他们虽然没有防备 但是难保会有增援赶来呀 明白了 等一下 这里面这么多壮丁 我们都要聚回去吗 我若是随意决定了他们的去留 那和那些蛮横征兵的 也有什么区别 走 叫什么 孤尔泰 好 下一个 叫什么 阿姆古伦 干什么 我 我要去小姐 懒驴上墨 屎鸟多 走 去去去去 赶紧去 是 走 快去吧 什么玩意儿这是 你见什么呀 还没打仗 大家不要马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我不想打仗 我要回家 不会打仗 我要回家 我不想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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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计又是有人哭着找娘了 这帮新兵 怎么都跟个娘们一样 窝囊废 这红女人不是你在行吗 进去看看去 走 咱们去支持这帮娘们 今天我非要支持这帮娘们 谁 安静点 你们什么人 这不是在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新兵营仗对吧 对对对对 谁刚才说对付女人 很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啊 没没办法 没办法 名册不对啊 过去 把你们头给我叫进来 别胡说八道 赶紧叫 头儿 那个名册不对 对 快进来看看 怎么可能不对 都等着 怎么不对了 你们做什么 小爷我奉天神旨意 特来为你抽筋扒皮的 大侠 要杀我也得有个由头可说 我们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的 求给他下 羽将 没时间了 别玩了 大侠 名人不说暗话 你们到底有何归干呢 别害怕你们 我们是想请你们 帮我们个忙罢了 有事您吩咐 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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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册上的名字 烦你们帮我们 全给划掉 这怎么行呢 划不了的 划不了 木星也得消 这是为了你们好 要不然名字递上去 不是 人数就不对了 不怕被治罪啊 人数是对的 我挨个 我挨个记 来人哪 有人记 来人 这些金兵 都是些傻了货吗 走了 我 走了 石灵 翻过那座山 我们就离开这里了 终于要回家了 是啊 离家很近了 累吗 不累 不累